大家好,我是艾羽言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穷铁道最新任务攻略 开图主线歌群中的猫上 开放昭露公园 好,我们这一批是铁道2.1皮托康尼的主线 竟然是做到了这个歌群中的猫 就第一次切换到这个杀精的视角来感受我们这个故事 那前面的主线全部都是对话 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有录了 好,那我们来 首先笔字往前走 和门口前面这一个小孩 跟他对话 对话话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门内了 好,对话话 来,我们先往门前这个高浪梗走过来 向这个门内走 走到底之后呢 右拐下楼梯 旁边这些小鸟啊 宝箱啊之类的 我们先不管他们 好,那这边走迎来之后呢 大家看到是一个立体的房间 在我们前面的这一个墙背后呢 可以拿到这个窗能 好,拿到这个窗能之后啊 来,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上角 西北方向走过来 在这边使用一下我们的窗能 右下角大家看到这个键啊 键盘的话按R 走上墙 把我们的角色视角往我们的左手边转 大家看到 笔子往前走 当心不要被怪物打了 用我们的窗能 再往前走一层 然后呢 就是我们右前方 大家看到 这一个黄色的泡泡 我们用我们最后一个窗能 走过来 就可以到这个任务高亮点了 好,那我们回来之后呢 大家按一下R键 就可以看到两边这个鸟的这个 头指向的方向 我们就要把它们更正就可以了 来 首先是我们右手边 大家看到 这一只 好,我们让它这个 顺时针旋转一下 那它就是朝这个右边的 大家看到了吗 它是头是朝右边的了 我们藏宝图图画 它是朝右边 然后前面两个都是朝前方的 好,那我们去调下一只 下一只呢 也是顺时针 好 然后最外面这一只呢 是这个逆时针 好,那那边全部调完了 我们再跑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前面两只是往前的 这一只是往右边的 好 接下来呢 是我们左边这边三只 那理由我们最近这一只呢 我们让它这个顺时针 或者逆时针转两次 让它这个头啊 往前看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解密就完成了 这边的道路出来 我们接着岩插往前走 好,那这边对完画了之后呢 朝这小地图右上角 东北方向 我们一直走到底 到底这边可以下楼梯 好,那这边再笔直往前走 倒拉这个任务刮浪点 调查一下 好,调查完之后呢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这边有一个门口 从这个门口走进来 从这上二楼 好 接着往上走 前方这个怪物啊 我们可以清一下 好,那么清完怪 来,我们再进入到这个房间内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先看到这个角色的左手边 来,我们朝这个方向转过来 拿上这边的这一个冲能炮 好,一共是两个冲能啊 然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南方向 大家看到这个方向 我们往前走 用一下我们的冲能 爬到这一面墙上 好,我们爬上这一面墙之后呢 先往前走一点啊 然后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左边西方向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好,走到我们前方墙角之后呢 大家再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上方北方向往前走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黄色泡泡 用一下冲能 走下来 好,下来之后呢 大家看到前方的话呢 有一个拼图啊 来,我们过来调查一下 好,调查完之后呢 看到小地图右上角 东北方向往前走 这边有一个机关 我们过来按一下这个机关 好,再走过来 前方有一个碎片 好,拿上这个拼图呢 它是次要的 主要是为了开这个塔 然后呢 我们接着往前走 再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下方南方向 就会回到我们这一个 梦泡冲能的地方 回收一下 好,回收完了之后呢 来,我们再原路返回 走回这座长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走回这个长桥之后啊 在右前方这里 大家看到 有一个黄色的泡泡 好,我们这个时候 跑来这边用一下我们的冲能 走上这面墙 走上来之后呢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上角东北方向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好,然后这边的怪物 大家小心一点 我们不用打 绕过来就好了 再用一下冲能 上到我们这一面墙 好,那上这面墙之后呢 看到小地图 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这边有一个梦泡冲能啊 我可以在这边 再回收一下我们的梦泡冲能 好,然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下角东南方向走过来 在这边的黄色泡泡 使用一下我们的冲能 往上走 这边再用一下我们的冲能 好,就可以跑到这个任务点来了 回来之后呢 我们再往前走 调查一下这边的这个沙盘 好,我们再跑过来 和这个拱门交互一下 进入到这个城市沙盘中 好,进来之后呢 再看到小地图 左上角西北方向 我们往前走 大家看到这个任务高亮处 有一个冰图啊 我们跑过来 调查一下 然后这个碎片呢 会跑出去 来,我们先看到这个小地图 左下角西南方向 往前走 前方这个人 跑过来和他对话 好,对话话之后呢 接着往前走 调查一下下一个这个高亮点 调查完之后呢 我们过来 再调查这个大球 就可以拿到这个碎片了 好,然后呢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下方南方向 大家看到我从这个口走啊 从现在鼠标画的这一个口 我们往前走 这边的话呢 有一条小道 我们可以一直走进来 最里面这边这个碎片 大家绕过来 直接拿不了 我们需要打一波怪 那这边来清一刀 好,清完怪 再过来摸到第二个碎片 那我们拿到碎片之后呢 再一起打开地图 那传到我们这个 城市沙盘这个锚点 好,再笔直往前走 这边有一个红色的大底盘 我们过来调查一下 好,那这边切换到了这个 衣服的视角 来,我们看到这个小地图 右上角东北方向往前走 这边有个门口 走进门口之后呢 朝着我们的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笔直往前走 好 好,那么下一个房间里面呢 一共有四只怪 大家这个进门了之后啊 当心一下我们的左右手 自己先把这个怪给它清掉 我这边是已经被偷袭完了 好,那打完怪之后呢 前方就一个高亮点 我们过来调查一下这个小东西 拿到了之后呢 我们再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回到这个梦族大厅的锚点 好,到我们这个任务高亮点处 好,那放完之后呢 我们又自动切回沙丁视角了 我们来启动这个气泡弹珠 好,那这边呢 来,大家跟我一块 我们沿着这个激光往前走 第一个这个模板我们开启 好,然后呢 再这个顺着激光往后走 第二个模板 我们开启之后呢 让它旋转一次 好,再顺着激光往后走 下一个 开启之后 再顺着这个往后走 下一个 我们再把它开启 好,再顺着往后走 下一个机关 开启 然后旋转一次 再顺着往后走 直接开启 这样这个轨道就连通了 我们直接发射 好,上个高处呢 朝着小地图上方北方向 从这个方向往前走 那边的门被关了 我们要从这边绕一下 绕进来 拿到这一处的这个碎片 好,然后的话呢 大家把我们周边这个门啊 给它开一下 这样的话呢 以后过来就方便一点 好,然后呢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下方 城市沙盘这个锚点 朝着这个任务高亮点 这个拼图 我们笔直往前走 这个拼图也非常简单 首先呢 是左上角 这一块拼图 拿起来 放在我们最下方 这个地方 然后呢 右上角 这个拼图 大家给它拿起来 然后放在我们 左边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好 最后一块拼图 放进去转一下就好了 好,那么拼完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秘图 下方南方向 任务高亮点 我们就离开这个沙盘就好了 好,最后一块拼图 出来之后呢 再笔直往前走 前方这个高亮点处 我们走过来 好,对话画 我们再笔直往前走 好,那这边 切换回来这个旅行者的视角 我们这边过来对一下画 大家可以选择和这个拖帕啊 对话 也可以直接跑到前面去 和这个猎犬门对话 好,对话画之后呢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吧 大家来到 住门边境 好,然后来到住门边境的这个 左上角 家族建设局 借一个锚点 好,到了锚点之后呢 直接往前走 去找这个加拉赫 好,这边对话画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 NPC啊 用一下钟表把戏 然后呢 把他的这个心情啊 调整到欢心 好,那这边又切换回到了 这个杀精的视角 前方有两个NPC 大家看到 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 两个带有热物标点的 我们都跑过来和他们对一下画 好,和这两个人对完画之后呢 小地图右下角东南方向 我们往前走 还有高亮点 这个波奇在跟他对话 好,再看到这个 小地图左下角西南方向 接着往前走 好,那么接下来 大家再看到这个 小地图左下角西北方向 往前走 还有两个NPC 移上一下 好,那么最后呢 看到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好,那这边又切换回了 这个旅行者的视角 记得关注再走